大人哥又来了 同一天国产疫苗也传出好消息 就在高端解盲成功这一天 宣布研发第三期 要以免疫桥接的方式进行 前副总统陈建仁亲自背书 乐观看待国产疫苗发展 但高端跟联雅至今还没有完全上市 政府就已经签订合约 遭到在野党抨击 有图利炒股之嫌 陈建仁以国外的例子回籍 以色列这个国家 为什么这么快的疫苗一问世以后 他就拥有所有的 他所需要的这个非瑞的疫苗 就是因为这个非瑞还在研发的阶段的时候 他就已经下单去买这个疫苗 等到临床试验结束的时候 要再订阅的时候 很可能你所接受到疫苗供应的时程 就会往后延很多 所以这样子的话 当然就很不合一嘛 不过民众望眼欲穿千万剂的外购疫苗 何时到大人哥帮忙换夹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很早就展开了这一个恰伤的工作 但是因为这是恰伤工作 本身会碰到彼此大家都在抢疫苗 全世界疫苗都在短缺的情况下 要达成一个很好的合约 需要有一段时间 外购疫苗还需等一下 在疫苗空窗期人心浮动之际 陈建仁以公卫专家的形象 出面说明试图安抚民众不安情绪 由前中天资深记者朱凯翔 经营的不演了新闻台脸书粉专 日前因公布高端疫苗的实验数据报告 遭其控告毁谤罪 该粉专于15日再度贴文 指称有位万华活动时的男性 于3、4月接种高端疫苗 但在5月24日经PCR确诊 高端疫苗对此做出了最新回应 表示临床实验的确有几位民众确诊 但不知道该民众打的是疫苗还是安慰剂 公司内部仅有少数员工知道 受试者打的是安慰剂还是疫苗 并指宜朱凯翔的资讯来源 以及混淆视听 台北市议员王侯威 昨日也在脸书发文指出 国产疫苗高端与联雅的受试者 至今还不知道自己打到的是疫苗还是安慰剂 部分受试者已符合政府施打疫苗的资格 却因为卡在二期试验尚未解盲 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再打疫苗 试验单位和政府也没通知 简直是进退两难 痛逼政府是把其他受试者当成白痴吗 没想到王侯威的发文意外调出前副总统陈建仁的回应 他表示接获高端二期临床试验的通知 达到的是安慰剂 并直言王侯威说谎 凭空捏造事实令人感到遗憾 稍早王侯威在台北市议会召开记者会 认为陈建仁在5月28日接受专访 自曝夫妻两都是高端疫苗的受试者 施打后无任何不适感 王侯威对此回籍 为何他可为尚未解盲的高端疫苗挂保证 我想第一个就是觉得很奇怪 他可以这样的力挺高端 那因为除非你很确定你打到的是疫苗 你才能够这样的力挺说都没有问题 否则的话 那你这样力挺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啊 当时大家就觉得说 陈建仁是用自己的身体来力挺高端 那没想到过了一个半月之后 他才跟大家公布他打的是安慰剂 那不是很荒唐吗 很离谱吗 就说那那个时候 为什么陈建仁可以这样的力挺高端 那搞了半天他打的是安慰剂 所以他那个时候他是在安慰国人吗 还是误会一场 还是他自己在说谎 可能是因为我们把这个事情揭发出来 然后大家也重视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早上才接到通知 说高端早上通知他们 说可以对个别的受试者用电联方式来告知他们打的是什么 那所以你看这个整个时间顺序 就是我想请问一下 为什么陈建仁在7月14号就已经被医院通知 而7月15号高端还告诉中央社 所有的受试者的资料要到10月底11月初才能够被检 那这中间的差距到底是为什么 而我昨天发脸书 其实我是为了广大的去做国产疫苗的受试者去请命 但是没想到陈建仁自己 这个不是我社局 我也没有请军入翁 是他自己跳出来 然后告诉大家他打的是安慰剂 是误会一场 所以社会大众才会觉得很奇怪 那你一个半月前你到底在请什么呢 这都是误会吗 很好笑啊 今天其实去参加这个国产疫苗受试的 其实都是力挺国产疫苗 可是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必须要严谨 没有道理说有部分的人特殊的案例 他知道自己打的是疫苗还是安慰剂 而绝大部分的人不知道他打的是什么东西 那我特别强调因为现在政府现在开始 大家预约来接种 那对于这些受试者 那请问一下他到底该不该去预约接种 如果他都不知道 那比如说他如果已经打了高端疫苗 他该不该再去打现在的AZ疫苗 或者莫德纳疫苗 他们不知道 那如果他打的是安慰剂 这代表他身上根本什么疫苗都没有打到吗 那如果你都不告诉他 那现在他有机会去打这个公废疫苗 然后呢他也不知道他该不该去打公废疫苗 对这些受试者公平吗 所以这样的过程我觉得政府本来就应该介入 否则这样国产疫苗的一个这个试验的过程里面 能够像陈建仁所说的 这是一个完美跟严谨的事业吗